2020鼠年來到 這邊整理了春節教堂發生的 人生安全危機狀況 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呢 春節人生安全問題考考你 GO! 春節Q好安全 看待我其他小朋友走私了 你會怎麼辦 先問他知不知道父母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小朋友他還不會講話 會在原地打你 會在小朋友如果不小心走私了 要怎麼辦 對 媽媽媽媽媽媽媽 可以可以 謝謝謝謝 你的朋友傳來告訴你 要幫你做一萬塊硬基姐 明天就還給你 打電話給他確認是不是朋友的生意 我問他是不是有被盜之類的問題 春節大促銷 iPhone11 一支999元 你們會下訂單嗎? 我覺得他少一個9 不可能 貨到付款耶 也不可能 兇兇兇兇兇兇 我覺得太便宜了 不太可能 因為我被騙過 我是買鞋子 他說本來是三千多 現在是降價變一千多 所以我就買了 結果他說貨到付款 寄來了 也不能打開起來看啊 那我就先收就給錢 結果人就跑掉了 然後我一打開那個鞋子 你根本不能穿 他有給你打包票說 鑑賞期 如果不可以 退貨吧 有 可是找不到地址 寄來的時候後面是沒有地址 那我們就可能要小心那種 一夜市的廣告 還是要打165 請問如果你們有聽到 或看到有家暴狀況 你會怎麼做呢? 我們要打165號 113 113 手機撥打 你們會加02嗎? 不會 我們會直接撥打 沒錯 但是113是專線 春節期間 我們家暴專線113 也有放假嗎?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千年無休 哈哈哈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騎腳踏車 喝酒有違法嗎? 有 當然有啊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騎電動車不喝酒 喝酒不騎電動車 騎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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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不喝酒 哈哈哈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騎電動車不喝酒 喝酒不騎電動車 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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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 不喝酒 開酒不騎腳踏車 謝謝 可以啊 謝謝你快樂 謝謝你快樂